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看大山 哪个社会的人都需要人际交往 但是现在社会的人际交往和过去的人际交往有一些不一样 你说有什么不一样呢? 在过去人际交往,关于好啊,邻居啊,同学啊 都有一个特点,喜欢干什么?串门 在我们对边话就叫做,串门的 而且有些家长还会带着孩子一起去串门的 那边我奶奶他们就老带我去那边人家创门的 他们在那聊天,我们在这边随便玩 反正呢,我饺子他们对我都很热情 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装的 反正感觉出来的是都很喜欢我们 都喜欢愿意让我们来 或许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小看不出来 或许那个时候人就是那么质朴,那么善良 能接受这种交往方式,是不是? 但是,现在人和人交往 老宋告诉你,最好少去别人家串门子 你不能不去,但最好少去 哪怕你们关系很亲近 哪怕你们非常好,也尽量不去 不然的话,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最后大家不欢而散 那朋友们说,什么原因现在的人接受不了串门子呢? 我来跟你说一说,第一个,去别人家串门子 就是给人添麻烦 同样,别人家来你家串门子也是给你添麻烦 有朋友说,有什么添麻烦的呀? 你去别人家串门子,别人听说你要来 首先得收拾屋子 要不我自己个家,我衣服扔打都可以 我沙巴扑什么样都可以 我床子乱一点都没关系 家里乱一点也没关系 但是有人来了,我是不得收拾的 立立正正的 不言样言,看到了多不好啊 你知道这是一个多大的工程啊 你来了,给你切一茬倒水 我还得穿着立汁呢,是不是? 然后还得留你吃点饭,给你做饭呢 各个方面的原因是不是添了很多麻烦? 你想一想,你愿意别人给你添麻烦吗? 现在社会给别人添麻烦 就是最大的问题 你想想是不是? 偶尔有那么一次,关于特别好 我还可以理解一次两次 如果次数多了,你觉得不会烦你吗? 如果次数多了,我来你家,你不会烦他吗? 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这是第一个原因,给人添麻烦 第二个原因,会打乱别人家的生活节奏 现在人呢,节奏都快,事情都多,压力都大 每个人呢,都可能安排好了 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 你来了,那么怎么样 他的安排就得完全打乱了 他得放下手头的东西 陪你聊天啊,陪你做做呀 陪你干什么,你说他能告诉你 你做的啊,我该干什么干什么了 我怎么定了,我忙了 那你说,你是不是很尴尬呀 你说,哎,他今天没什么事 没什么工作 他今天就是纯休息 那么,他今天也愿意各家陪陪孩子 或者领孩子上游乐园 要么陪老婆逛逛商场 看个电影,都行 你来了,所有的事情都做不了了 都要陪着你 你想一想,就算他满意 他孩子满意吗? 因为你来了,我去不了游乐园了 他爱人想,因为你来了 我不能和我老公看电影了 他不能陪我逛商场了 你想一想,不但他不满意 他可能满意 但是他身边的人对你不满意 你觉得尴尬不? 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串门的 最容易打乱别人的家庭的生活节奏 而且让你的亲属不满意 是不是这样? 哎,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原因是什么? 现在的人和以前人不一样了 现在人更重视隐私 尤其是城里人 你看我现在农村可能还差一点 过去啊,农村啊,什么啊 都不关门的,是不是啊? 谁推门就进了 最多敲敲门就进了 现在你上谁家 你说敲敲门就进了 可能吗? 不可能的 家里都特别隐私的地方 而且现在人呢,又注重一些健康啊 卫生啊,等各种习惯 就说,有些地方就不愿意别人陌生人来住 陌生人来呆着,是不是啊? 你说你要在坐人家床上,那就更晚了 有些人的卫生间呢,在挂一些 呃,医务啊,内衣啊 你说去了,尴尬不尴尬呀 都得收 你上了人家卫生间呢 人家心里就舒服不舒服 各种各样的事情 这些隐私有很多人就是很在意的 其实 所以你去了人家 这些人心里会很不舒服的 比较烦的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想一想 比如说你是个男的去人家了 到了人家人 你就是side way 媳妇啥的,帅的那衣啥的 是不是不太好 多尴尬呀 你尴尬 人家也尴尬 你说是不是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原因 你到了别人家串门子 其实说实话 你也不能太随意了 你也不舒服 最重要是人家一家人 也不能那么随意了 也不能那么舒服 双方都不舒服 都难受 你说屠杀呢 你说有的人说 不会 我到他家 我随便 那我就觉得你有点 我怎么说呢 可能你认为你可以随意 你认为不当回事 但是我告诉你 大多数时候 99%的人 对方都会当回事 就算你朋友不当回事 还有我说的那些话 他的家人会不会当回事 觉得你太不懂事了 你到人家随意 往人家床里留一躺 合适吗 人家随便东西 你就碰合适吗 你想一想 正常来说 你到人家 什么坐在哪个地方 说话聊天 也得一本正经的 人家全家人 都得一本正经的 人家全家人 人家平常的媳妇 搁沙发的 可能这么套着就可以了 这么一想 你来了 人家能这么好 人家也不舒服 人家也得着 这样所有的人都不舒服 你不舒服 人家里人也不舒服 不端是你看这个人不舒服 是家里的人不舒服 所以这种时候 是不是大家都不舒服 那么你图啥呢 你想想是不是呢 这是第四 第五个原因 就是肯定会有人说的 老宋 你说那不对 你说那这个太不对了 你有人就是好客 你看我哪个朋友 他就特别好客 他就喜欢 别人来他家热闹 人家不差这个 或者说 我就那种新个人 我就特别喜欢 别人来他家热闹 我就不差这个 我觉得没事 我不拘调 我愿意让他们来 我高兴 这种也行 自有这种朋友 没问题 但是你可知道 遇上这种朋友 你能不能接受 他到你家 也这样 我跟你讲 这样性格的朋友 本身就比较大气 不屈细气 那么你到他家了 人家可以随便 而且招待你 人家觉得很开心 但是他也会上你家 他上你家的时候 你能不能接受这些东西 如果你也能像他一样 接受所有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他上你家床 到你家要一躺 到你家不吸外 这些东西你全能接受 那没问题 如果你自己接受不了 那么你上人家 人家对你越热情 你会越担心 在于什么 哎呦 这到人到我家了 我得怎么招待呀 我得怎么办呢 你上人家 你告诉你 没事 这都没事 那也没事 你到人家了 人到你家了 你能说 哎呀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吗 你能不高兴吗 但是你如果不是他那样的人 你怎么接受得了 就算你是 还是那句话 你家里的人 是不是他那样的人 能不能接受得了 如果接受不了 你告诉我们 你们怎么相处 你上人家 你说 你看我对你这么热情 这么好 我上你家 你对我那样 这啥意思 是不是 你想一想 你们怎么处呢 是这道理吧 有些人说呀 创门这为了什么 为了增进感情 为了交流学习 为了探讨话题 为了互相亲近 互相帮忙 哎呀 互诉中场 是不是啊 诉苦也好啊 反正为了这些东西吧 都是为了 那不增加感情吗 但是老宋瑞飞 所有说的这些事情 跟外面都能做 找个茶餐 找个酒馆 找个咖啡厅 找个什么地方不行 为什么非得上家里 穿门子呢 你说是不是 当然 现在社会也有那种 就是邀请你上家里做客 但是你知道 这是给你最高的领域了 现在大部分人 请你上饭店吃饭的人多 请你上家里做客的人 极少数 还有那句话 这是最高的领域了 那要不要去 当然要去了 邀请你要不去 那你就不像话了 你就不知道轻重了 是吧 去了 怎么样 该带礼品带礼品 该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要知道 自己的规矩在哪 不能乱动乱碰 是不是 要注意一点 同时要适可而止 别去上演了 哎呦 你看眼睛找我一回 没事都去 没事都去 甚至不请自道 我跟你讲 一开始 一开始人家其实是对你挺好的 后来 开始烦你了 你想一想 是不是 最后的结果 都不太好 所以老宋啊 劝现在的朋友们啊 现在社会 能少串门子 尽量少串门子 你说 有没有道理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 看老宋 砍大山 向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